傅里乡的永丰派出所远景 执行勤务的时候 在超商的外面门口 看到了一名年约80多岁的长者 坐在医疗辅助车上 一动也不动 主动的上前关心后 疑问才知道 长者是要前往超商缴费 但是因为双脚无力无法下车 不知道如何是好 远景刚好看到 马上帮忙谁住来缴费 并且告知长者剩余的钱要收好 最近诈骗案件很多 如有接到来路不明的电话 记得要向派出所来询问 学术解决 以免受骗 布里江的永丰派出所远景 执行勤务的时候 在超商外面 看到一名年约80多岁的长者 坐在医疗辅助车上 移动也不动 主动上前关心 1163 OK 1163 1200 你在这等 一问才知道长者是要前往超商缴费 但是因为双脚无力无法下车 不知道该如何是好 远景刚好看到 就马上帮忙协助缴费 并且告知长者剩余的钱要收好 最近诈骗案件太多 如果有接到来路不明的电话 要记得先向派出所询问 以免遭受诈骗 长者也对远景 事实伸出援手的协助 表示非常的感动 离开的时候 频频转头道谢 记得高双双 副理箱采访报道